Hello 北基道 今天要講講加拿大在11月28日公佈了印太戰略 聚焦中國將提升軍事部署加網絡安全 加拿大在11月27日星期天推出一項新的印太戰略 志在投入更多資源應對中國 同時在氣候變化貿易問題中與中國尋求合作 加拿大在這份長達26頁的文件中表示 將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並收緊投資規則 以保護知識產權防止中國國企搶購關鍵的抗產供應 新的印太戰略表明中國是一個越發具有破壞性的全球力量 指中國正尋求將國際秩序重數 造成一個日益偏離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 並更為寬鬆的環境 加拿大當局強調北京是外國干預和對其他國家 越來越有迫切的威脅性的待遇 導致國家加拿大必須加強投資區域的軍事 以及情報和網絡安全 作為減輕中國威脅行為對地區安全威脅的手段 文件更加指出 我們的方法是根據當前中國現實和清澈評估而造成的 在存在深刻分歧的領域 我們將挑戰中國 本月早一些時間 加拿大以國家安全為由 下令三間公司撤銷加拿大關聯的抗產投資 文件也補充 政府將審視更新的立法在各有企業或其他各有實體的投資 但是北京立刻回應 加拿大出了印太戰略之後 中共外交部於28日 立刻回應 加拿大出台的有關戰略涉華內容 充斥著意識形態的偏見 圈掩炒著所謂中國威脅 對中國無端指責攻擊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以向家方齊出驗證交涉 我想未來都會有很多驗證交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例行記者會上 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 槍道開放包容 永不清霸 永不擴張 究竟誰在維護世界和平 促進共同發展 誰在煽動冷戰思維 圈掩陣營對立 國際社會看得清清楚楚 他指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國與國交往的黃金法則 台灣新加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不用外部勢力指手挖腳 他稱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 家方齊多次表示重視對話關係 原本著向前看的態度 致力於改善發展和對話關係 家方應言行一致 拿出誠意和善意 秉持求同存疑的精神 奉行這個理性 用實務對話的政策 用行動將承諾落實 每天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新意 但是現在大家就會明白到 什麼叫做一套 什麼叫做一套 這個就是重要情況 還有在加拿大的中國使館這樣說 中國使館在亞太地緣搞對抗 就必遭這個退氣 加拿大出了之後 中國駐加拿大的發言人回應表示 中國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都是那些的了 家方對中國外交的錯誤理解是完全錯誤的 中國堅持和平發展 槍道開放內容 實行合作共贏 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堅持者 全球發展的降見者 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又指 家方自稱是清澈地理解中國 實際上是 躲起眼睛說謊 其實這些真的不太說的 但是因為 我都想不激道的不憤 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 世界發生兩種事 一種就是大家 大家說大家的事 沒什麼所謂的 你說 我聽不聽 我一定是堅決反對的 你都明知道是堅決反對的 為什麼你講 因為我要講的 我不會你堅決反對 我也要講的 那就是很簡單了 這個關係就是這樣 如果你和你的朋友 男朋友仔 女朋友仔 你們現在是拍拖的關係也好 夫妻關係也好 有個關係 但是你又告訴他們 喂 你不妥喔 你和Mary吃飯喔 那我要和John吃飯喔 我下個星期和Daisy要去出差喔 你和Daisy出差沒有問題 我堅決反對 那我和David去這個 去走一轉這個新加坡 都是不好 去日本浸溫泉可以嗎 喂 大家就是這樣了 各有各講 沒有什麼所謂的喔 錯都是你錯而已 為什麼 喂 這些是我的內政喔 這些是我的什麼 你都見到 我永遠都不會清白 我永遠都不會愛那些女兒的嘛 但是那些女兒愛我 我沒有辦法的 對不對 但就是這樣啦 這些就是現在的外交了 究竟中國是在行這個什麼外交呢 戰狼也好 什麼狼也好 最後都是這樣 謝謝